前面我们聊了南北朝中的南朝 现在我们再来聊聊南北朝中的北朝 其实同样是在新契级的那首金口北固厅怀古中 除了南朝的宋武帝 后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位北朝的皇帝 就是可堪回首 碧礼慈下一片神压涉骨 这里的碧礼指的就是北朝的第一个政权 北魏的第三代皇帝为太武帝拓跋涛 北魏是一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起来的王朝 可以算得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被后世认可为正统王朝的非汉族政权 公元四世纪可以说得像是一个蛮族的时代 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 相似的历史大剧同步上演 在动乱中逐渐衰落的农耕帝国 为了扩充人力增加兵源 开始允许周边的游牧民族内迁 然而由于帝国政府自身的崩溃 这些民族内附之后 不仅没能成为帝国新的保卫者 反而成为了帝国的掘墓人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 和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 在此之后 东方的禁帝国衣冠南渡 从西进变成了东进 而欧洲的罗马帝国也分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 原本居住在东北亚 俄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之间的拓拔先碑 开始将他们的活动区域扩展到了中原地带 当时的拓拔部首领 拓拔路官将拓拔部的领地分成了三个部分 其中深入中原云中郡的西部领地 被交给了他的侄子拓拔一卢 拓拔一卢接连击败了匈奴和乌环 扩大了拓拔部的领地 而且他还重用前来躲避战乱的汉族世人 也和西进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更早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人 已经在他们的首领刘渊的率领下 深入中原腹地建立起了五湖十六国中的第一个政权 湖汉也就是后来的前兆 公元310年刘渊去世 一直努力抗击湖汉的西进兵州刺士刘坤 就是和祖敌文姬齐武的那位 他趁此机会邀请拓拔一卢一起 出兵攻打湖汉的附庸 活动在今天山西一带的铁福部 铁福部打败被迫退出了中原 刘坤为了笼络拓拔一卢 还和他结拜为兄弟 在刘坤的举荐之下 拓拔一卢被西进朝廷册封为大蝉鱼 代公后来又进封为代王 于是拓拔一卢以今天内蒙的和林格尔为北都 山西大同为南渡 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在五湖乱华的时代大背景下 代国仅仅存在了39年 就被自信可以投鞭断流的 底足政权前秦的大秦天王福坚所灭 等到了大秦天王兵败匪水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 当年幸免于难的末代代王拓拔十一间的尊子 拓拔归趁机光复故国 把国号从代改成了魏 这也就是北朝中的第一个朝代 北魏 拓拔归就是魏道武帝 在拓拔归光复故国的同时 另一个同样是被前秦所灭的鲜卑族政权 慕容鲜卑的乾燕 也被乾燕开国君主慕容皇的儿子慕容锤所光复 这就是慕容氏朱燕之中的后燕政权 当年同为先辈人的戴国和乾燕 曾经是殷亲之国 因此复国之后的北魏和后燕 最初也是关系密切的兄弟之邦 但是后来后燕国主慕容锤 自是国力强大 又曾经出兵救援过北魏 因此就一直想要北魏臣服于后燕 为此甚至不惜扣押了北魏使臣 拓拔归的亲弟弟拓拔归 两国因此绝交 北魏转而联合慕容锤的侄子慕容红 建立了西燕政权 因此在后燕建兴十年 北魏登国十年 也就是公元395年 年近七旬的慕容锤 以三个儿子统帅马步军八万为先锋 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子统帅一万八千骑兵为后援 出动后燕主力 攻打北魏 北魏得知消息也是组织了数万人马应敌 两军在五元一带沿黄河对峙 而后北魏派出小谷部队绕道渡河 在后燕军队后方射服 专门拦截后燕网环使者 后燕前线部队无法和国内取得联系 开始军心浮动 这时候拓跋归又命令部下 逼迫被俘的后燕信使 向后燕军营喊话 谎称慕容锤已经去世 因此后燕决定撤军 虽然当时已入十月寒冬 但是黄河尚未结兵 所以后燕军队在撤退的时候输于防范 没想到就在后燕撤军八天之后 气温突然骤降 五元一带的黄河河水迅速结兵 于是拓跋归当即立断 亲率两万精锐骑兵追赶后燕军队 北魏骑兵在今天山西内蒙交界的参合坡 追上了后燕军队 并且抢在他们的前面 趁夜占领了路边的高地 第二天天一亮 后燕军队突然发现 两侧山头都是北魏气质 顿时大惊失色 军心大乱 拓跋归下令北魏将士全线出击 后燕军打败 自家人马相互践踏 以及落入黄河中淹死的多达上万人 而包括了后燕几位宗室王公在内的 四万多后燕俘虏 也被拓跋归下令 悉数坑煞 无一幸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参合坡之战 金庸先生的小说天龙八部中 慕容先卑后裔的姑苏慕容氏 所著的参合山庄 以及他们家家传的武学绝技参合旨 都是为了纪念这场战争 参合坡惨败之后 慕容锤欲驾亲征 再次攻打北魏 后燕大军路过参合坡的时候 看见后燕将士的骨骸散落各处堆积如山 因此特别涉谈祭祀平调 因为后燕军中几乎是人人都有父子兄弟死于此意 因此祭奠过后 全军洞窟 升阵山谷 慕容锤见此刑警 大感悲愤 吐血而死 慕容锤死后 后燕一蹶不振 而北魏则取而代之 成为了华北地区新的靶主 公元439年 拓跋归的长孙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 魏太武帝拓跋偷 他发兵攻灭了战局河西的北梁 一统中国北方 结束了延续百余年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中国历史也就此正式进入到了 北方鲜卑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 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公元467年 魏太武帝的曾孙 魏县文帝因为厌恶养母 冯太后淫乱后宫 因此处死了冯太后的情人 结果遭到报复 被冯太后用一杯毒酒给毒死了 县文帝死后 他的儿子年仅五岁的拓跋红继位 就是魏孝文帝 冯太后临朝设证 冯太后出身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著名的门阀 长乐冯氏也就是十六国之中仅有的三个汉族政权之一的北燕的皇族 冯太后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皇帝 北燕昭成帝冯宏 冯太后设政期间为了加强皇权 开始推行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汉华改革 冯太后去世之后 孝文帝亲政 延续了孝太后的改革方向 公元493年 孝文帝谎称要亲征南朝的南齐 把国都从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迁到了地处中原腹地的古都洛阳 之后孝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一套全方位的汉华改革 他下令全面采取汉制官制 并且禁止官员说鲜卑话 必须要学说汉语 甚至就连穿着鲜卑传统服饰 也都在禁止之列 另外就是要求鲜卑人改用汉性 比如皇族拓跋式就改成了元式 还有像是独孤式改成了刘式 秋木冷式改成了木式 布六孤式改成了鹿式 御池式改成了御式等等 同时孝文帝还大力鼓励和推动 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通婚 甚至就连跟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鲜卑人 死后也都不许回故乡安葬 必须以汉里葬在洛阳 为了推行他这套颇为残酷激进的改革 孝文帝不惜处死了大批反对汉化的鲜卑贵族 甚至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荀也因此沦为刀下王魂 套用一个今天颇为流行的概念 那就是魏孝文帝对鲜卑民族进行了一场文化种族灭绝 正是魏孝文帝的这场改革导致了北魏的分裂和灭亡 经过魏孝文帝改革之后 跟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们 因为参与了汉化改革 文化素养得到了大幅提升 而且更加的深入融入到了 早就开始在日渐汉化的北魏政权之中 从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 掘取了更为丰厚的利益 而那些留在鲜卑出入中原的龙兴故地的鲜卑贵族们 因为被排挤出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从当年享有特权的国之肺腑 变成了如今被洛阳城中的险贵们 鄙夷厌恶的代北韩人 魏孝文帝去世25年之后 驻守北方 阻挡柔然难心的鲜卑族和鲜卑化的汉族数族 发动起义 这就是导致北魏分裂的六镇之乱 在北魏朝廷平定六镇之乱的过程中 孝文帝的唐姑父尔珠戎趁机崛起 利用平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势 成为了北魏最大的权权 之后尔珠家族和北魏皇室之间 爆发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 尔珠戎和当时的北魏皇帝孝庄帝先后被杀 北魏的朝政大权落到了尔珠戎部下大将高欢的手中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高欢废掉了尔珠家族雍帝的杰敏帝 然后从民间找到了早就因为朝局混乱战乱平壤 而躲藏在民间的孝文帝之尊平阳王元秀 这就是北魏的末代皇帝为孝武帝 孝武帝不甘心做高欢手中的傀儡 所以找了个机会逃离了高欢的掌控 投奔具有关中的雍州刺史安定公宇文泰 为孝武帝逃走之后 高欢就改离孝武帝的唐侄子元健善位皇帝 这就是东魏的孝敬帝 而孝武帝逃到关中之后 很快又和宇文泰之间产生矛盾 因此被宇文泰毒死 宇文泰毒杀了孝武帝之后 就拥离孝武帝的唐哥元宝巨位皇帝 这就是西魏文帝 以此为标志 北魏政权就分裂成了具有关中的西魏 和盘踞黄河以东的东魏 很快这两个政权就分别被各自的实际掌权人取而代之 就是宇文氏家族的北周和高氏家族的北齐 东魏和之后的北齐继承了北魏更多 更发达的土地和人口 无论是在经济和文化上 还是在军事实力上 都强于西魏和之后的北周 因此在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之后 东魏的实际掌权人高欢 几次兴起大军 试图灭亡西魏 统一北魏故地全境 东魏定五四年 西魏大统十二年 公元五四六年 高欢亲率十万大军西征 围攻位于今天山西运城 济山县的玉碧城 玉碧城位于运城盆地的最北端 毗邻粉水地势险阳 晋可以攻打晋阳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退可以护卫长安 因此成为了东魏和西魏两国之间的兵家要重 东魏大军在玉碧城下连营数十华里 包围了只有七千守军的玉碧城 但是西魏的玉碧城守将韦孝宽 乃是一代名将 刚毅果决 知谋深远 高欢先是命令部下修筑堤坝 让焚水改道 试图切断玉碧城的水源 韦孝宽就命人在城中挖深井打水 解决了问题 之后高欢又生一计 他命人在城外堆积土山 试图居高临下攻击城内 而韦孝宽也派人增高城楼作为应对 见此情景 高欢只得放弃土山 改为挖掘地道 韦孝宽发现 东魏军在挖掘地道 就命人沿着玉碧城的城墙 在城内挖出一圈壕沟 日夜派兵驻守 等到东魏的士兵顺着他们的地道 挖进城内的时候 正好就碰上了城内的壕沟 凡是钻出来的东魏士兵 都被看守壕沟的西魏士兵杀死 而那些见识不妙 又躲回地道的东魏士兵 韦孝宽命人在地道口点火 再把烟火扇入地道之中 熏死烧死了很多东魏士兵 再然后高欢又调集工匠 制作工程用的巨大冲车 来冲撞城墙 而韦孝宽则派人在城墙外 支起布满 化解冲车的威力 就这样 东魏大军围攻玉碧城50天 世俗折损过半 却是毫无进展 万般无奈之下 高欢决定退兵 而高欢自己也是因为此战 心力交瘁 最终一并不起 在第二年病逝 高欢死后 他的权势被他的儿子高成所继承 高成掌权之后 严惩贪官污吏 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而且高欢还命人把朝廷政策 张榜攻势 允许百姓随意评论 即便是言辞激烈也不加罪 而真的有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 还会被赏赐优待 然而和高成清廉民主的执政风格 大相径庭的是 他在私德上好色滥杀 像是和树木慈通 强奸臣下妻子 这倒是高成的所作所为 对于那些继续忠诚于东魏皇室的大臣 高成更是血腥吐露 毫不留情 不过和北齐的后世之君比起来 高成在试杀和好色上表现的 已经可以算是高价最正常的意外了 当初东魏和南朝的南梁交战 曾经俘虏了南梁徐州刺史兰亲的儿子兰京 分配给高成府里做储子 兰京几次派使者求见高成 希望能以重金赎回儿子 却都被高成拒绝 而且高成还时常威胁兰京 要杀死他们 因此蓝京找了个机会 趁着给高成送饭的机会 刺杀了高成 这时候距离高成接掌父权 才过了仅仅两年 听说高成遇刺 原本已经被高成软禁的东魏孝敬帝 大喜国王 以为自己拨开云雾 见青天的日子终于到来 结果万没想到 一向以木讷愚笨世人的高欢赐子 高成的同母帝高阳 一改往日的呆傻尺盾 迅速控制住了父兄留下的权力 公元550年 高阳废杀东魏孝敬帝 屠戮东魏皇族 彻底灭亡了东魏 而后高阳称帝 见国号为齐 这就是历史上 北齐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齐文宣帝 听说高阳弑军篮位 西魏权臣宇文太 亲率大军征讨高阳 高阳也是同样亲自率军营战 据说宇文太看到高阳手下的部队 军容严整之后 长叹一声 对身边人说道 高欢不辞意 然后就下令撤军了 国力远不如北齐的宇文太 之所以敢趁着高欢父子 相继离世的机会 兴兵讨伐北齐 那是因为在这几年里 宇文太采用亲信大臣苏绰的建议 改革军制发展经济 使得西魏国力日渐强效 比如苏辙为了规范西魏的公文格式 建议宇文太对于政府财政 收入的部分用黑字记录 支出的部分用红字记录 这也就是今天中文中财政赤字一次的油玩 当然提到宇文太的改革 最著名的恐怕还是他建立的八驻国制度 宇文太在西魏朝中 收立了祝国大将军一职 以八位王公出任此职 这其中 宇文太自己以都督中外诸君氏 陆尚书氏大刑台 统帅百官总领西魏朝政 北魏孝文帝的侄子 广陵王元新身为西魏宗氏 作为宇文太和西魏宗氏之间的纽带 也是宇文太携天子以令诸侯的又一个标志 主要负责周全于宫廷宗氏之间 不掌握实权 除此之外 其他六位祝国大将军 都被加授大都督掌握军政大权 这六位兼领大都督的祝国大将军 每人麾下各有两位大将军作为辅佐 一共是十二位大将军 以这八祝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 宇文太缔造了一个统治西魏 北周隋唐四朝 执掌中国政权百余年的政治集团 官隆集团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中就提到 金之称门法者 贤推八主国家 当时荣盛 莫与为比 比如唐高祖的祖父李虎 外祖父独孤信 隋莫肖雄 瓦岗军的卫攻李密的曾祖父李毕 唐太宗门下十八学士之一的唐初宰相于智宁的曾祖父于锦 这都是八祝国之一 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 也是名列十二大将军之中 当初北齐的高阳篡位称帝之前 东魏大将侯鼎 因为心怀不满 背叛东魏归降了西魏 之后又是因为御赫南田 再次背叛西魏改投南朝的南梁 等到南梁的梁武帝也不能满足侯景对权势的贪欲之后 侯景干脆取兵叛乱纵兵屠城 这就是南朝历史上的侯景之乱 在侯景之乱中 梁武帝的一个孙子岳阳王萧察 为了避祸投奔西魏 于是西魏打着萧察的旗号发兵南征 在公元554年 攻陷了南梁重镇江陵 杀死了守在城里的南梁皇帝 梁元帝休邑 然后在第二年拥戴萧察 继皇帝位 这就是历经三代 一直依附于西魏北周和随朝的西梁政权 扶植了西梁政权的第二年 宇文泰去世 当时宇文泰的儿子们年纪都还不大 他的继承人 第一长子宇文绝 只有14岁 即便是宇文泰的数长子宇文玉 当时也只不过刚刚22岁 在宇文泰眼里 这都还不足以应付当时西魏朝堂上 错综复杂的局面 因此宇文泰临终前 脱股给了他的侄子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弑君者 先后杀害过三位皇帝的 北周晋当公宇文户 宇文户掌权之后 觉得几个堂弟都还年幼 要赶紧趁着书赴宇文泰余微尚存的机会 改朝换代 因此他在公元557年 匪杀西魏末代皇帝 西魏公帝 拥戴堂帝宇文绝等级 就是北周的第一代皇帝 北周孝敏帝 在此之后 宇文户先是杀害了孝敏帝 改为拥立宇文泰的数长子宇文玉为皇帝 就是北周明帝 然后宇文户又堵死了北周明帝 不过北周明帝在临死前留下遗诏 要传位给四弟 鲁国公宇文雍 原本有亲信劝说宇文户 拥立北周明帝年近一岁的儿子几位 但是宇文户觉得十几岁的堂弟并不难控制 所以没有采纳亲信的建议 还是把宇文雍扶上了皇位 这就是北周的一代英主 北周五帝 北周五帝在隐忍了12年之后 终于找了个机会 杀死了宇文户和他所有的儿子 夺回了朝政大权 北周五帝亲政之后 开始整顿立志复国强兵 而对北周五帝复国强兵构成最大威胁的 并不是外部的敌人 北齐或者南臣 而是北周国内庞大的宗教势力 自从当年东汉明帝永行年间 西域高僧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来华之后 佛教便开始在中国流传开来 大约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 乱世不断战争平衡的关系 宣传众生平等 许诺来世因果报应的佛教 吸引了大批信众 得以迅速发展 据统计 在北周五帝在位期间 北周境内各寺院的僧侣沙门 以及受到寺院庇护 得以免于赴税和兵役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北周编户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显然对北周朝廷的收税征兵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因此北周五帝提出了以求武器与塔庙之间 以士兵与僧侣之下为目的的灭佛行动 北周国内所有的寺院全被拆除 寺院名下的地产都被收亏国有 全国超过三百万的男女僧众 全部被勒令还俗 甚至就连作为佛教竞争对手的道教 也遭到了吃鱼之羊损失惨重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建德毁佛 建德是北周五帝当时的年号 因此北周五帝也被后人和之前的北魏太武帝 之后的唐武宗后周世宗并称为三武一宗 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四次官方禁决佛教的事件 在国内大力打压佛教的同时 北周五帝还屡屡兴兵东征 最终在公元五七七年彻底灭亡了北齐 和北周弑君者语文后比起来 北齐的弑君传统显然是更胜一筹 而且北齐的历代君主 无一不是凶残暴虐 举止怪异 种种虐杀强奸乱伦的戏码 在北齐立国的二十七年间层出不穷不曾断绝 以至于后世学者研究未进南北朝历史的时候都怀疑 高氏家族很有可能存在着家族遗传性的精神分裂症 北齐的开国君主北齐文宣帝高阳死后 他十五岁的儿子高阴继位 在位不到一年就被自己的叔叔高炎所杀 高炎篡夺的皇位就是北齐的孝昭帝 孝昭帝杀直篡位之后心中有愧 时常出现幻觉 觉得兄长高阳守之利剑 来找自己报杀子之仇 以至于在打猎的时候坠马受伤 最终不止 孝昭帝临死前 担心自己篡位的事情在自己儿子身上重演 因此干脆直接传位给了弟弟高湛 也就是北齐的五成帝 然而五成帝登基之后并没有信守诺言 还是杀死了孝昭帝的儿子 五成帝的嫡长子就是北齐的末代皇帝后主高伟 高伟异常宠爱他的淑妃冯小莲 以至于北周大兵入境之后 仍然致国家存亡于不顾 和冯小莲一起围猎享乐 这才有了唐代李商隐的小莲玉体 横尘业以报周师辱尽养 等到国破家王之后 成为了阶下囚的高伟 仍然不忘祈求北周五帝 把被佛的冯小莲还给他 对此北周五帝不无比仪的说道 朕是天下如脱鲤 一老狱祈与宇宫西野 话说北周五帝虽然文治武功堪称明君 但是作为一位父亲 却是非常失败的 他对于太子宇文云 也就是后来的北周宣帝 管教异常言格 专门派人随时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 只要犯错就会受到严厉的体罚 这种粗暴的教育方式 显然除了激发太子更大的逆反心理之外 并不能起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因此继承复位的北周宣帝 自然就成长成为了一代昏君 北周宣帝登基之后 破天荒的同时策立了五位皇后 然后在第二年 北周宣帝就把皇位 善让给了儿子北周静帝 自己则是在全国广选美女 在后宫中荒淫无度 而朝政大权 全都被交给了他首席皇后 天元皇后杨丽华的父亲 隋国公杨坚 公元580年 北周宣帝去世 第二年 杨坚废除了北周静帝 自己继位成帝 改国号为隋 杨坚也就是隋文帝 七年之后 隋文帝发兵江南 攻灭了南方的陈朝 结束了长达280年之久的 南北朝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